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躺开嘴儿不说话 红紫白蓝样样有 个个都像小喇叭猜一植物 谜底就是切牛花 你们看 这朵花儿像不像喇叭呢 再来第二道谜底的谜面是 昨日绿叶蘸红花 今日蜜桃 枝头挂 桃子一熟不见了 树上结满白雪花 猜一植物 谜底就是棉花 因为它的花卉是乳白色或粉红色的 我们常说的棉花 都是植物开花后的果子 成熟时裂开 翻出后 果子内的纤维 大家是不是都猜对了呢 有时间都可以考考你身边的朋友 好了 又是时候看看这集的故事内容了 一起学好普通话 完成了 你画这么久了 什么 什么东西 画得这么漂亮 你也看不出来吗 看不出来 太抽象了吧 看不出来 你还有一颗纯洁天真的心 跟它的花语一样 阿辉 纯洁 我认为它说得很适合 之后我还想说 乳广和、薰衣草和非洲菊 那它们的花语又是什么 没有反应 您可否再说一遍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是想说乳广和薰衣草和非洲菊 对吧 对 其实它们的花语也很有意思 勿忘我 花语是不要忘记我 要珍惜情意 非洲菊的花语是 永远开心 互相尊重 勇于追求 而薰衣草的花语是 等待爱情 忧郁 心心相应 明白 其实你也不是这么慢 请在发问时 提供正确发音 好 我好了 你还没完成 我想我这幅画有更多层次感 就是很有合意的那种 你可以把与花和颜色有关的成语画出来 如何 有关蓝色的成语 有哪些 比如 花红柳绿 花红柳绿 即是什么 花红柳绿 形容颜色鲜艳多彩 还有绿肥红色 有所调和颜色的影像 从小籽 人家椅 让你要记得 compliant 你这种类型的 有这样的绿肥红柳绿 你也想要把这种类型 可以把这种类型 我不會畫到明天的 明日花花是指重陽節過後 漸漸枯萎的菊花 意思就是比喻過時的事物或消息 美玲的意思是 再這樣下去 花很快就會在你手上枯萎 我現在就將你枯萎 歡迎來到積分大人甲 說起顏色的月抱詞彙對照 不知道大家又認識多少個呢? 事不宜遲, 馬上進入十分的題目 粵語, 筋紅頂白 普通話是哪一個意思呢? A, 趨炎附勢 B, 趨炎附熱 C, 趨炎附勢 開始計時 答案是C 好, 趨炎附勢 好了, 我們向高難度挑戰 立刻來一個一百分的問題 粵語, 點紅點綠 普通話是 A 認真教導 B 胡扯, 教唆 C 乾淨, 整齊 開始計時 正確答案是B 胡扯, 教唆 A, 黃綠, 教探附勢 好, 接下來是一千分的題目 以下哪一個是普通話 用2的粵語意思呢? A, 黃綠醫生 B, 紅藍醫生 C, 黑白醫生 開始計時 正確答案是A 黃綠醫生 恭喜 好, 接下來是一萬分的題目 留心了 普通話 的粵語意思是以下哪一個呢? A, 紅仔 B, 男仔 C, 黑仔 開始計時 正確答案是C 黑仔 給自己掌聲吧 答對了的恭喜你 分數又高了 答不對的也不要緊 繼續留意收看我們的節目 一起學好普通話 好, 配方 目前 Rob 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